人生的这个瞬间其实特别美妙 我相信就很多出为人父人母的人 都会有很多的感触 原来我们在亚龙湾去的多 也住过这样的条件 在旁边也住过 但是这么大的 条件这么好的 确实还没有住过 特别这边的游泳池 正好两个小朋友在这玩是最合适的 然后住宿条件也非常好 非常舒适 比我们在亚龙湾的那边的酒店 都好像要大一号到两号 所以它的私密性 整个的环境 各方面都非常的优秀 可以说优秀 我感受最深的 一个是儿童水上乐园 还有一个儿童游乐场 这个好像在别的酒店里 都没有那么大 也没有这么的丰富 这石头每回就是我们到这来呢 除了石头除了下水以外 它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多玩 但是你们看到了 就是石头就是刚刚吃完早饭 刚才就给我要求 爸爸我要去游乐场 我估计现在还在游乐场 他喜欢这些东西 那就是说给孩子 就是一个相对 他玩的环境比较多的 能待得住 我相信到这个香格里拉来玩的 这个小伙伴的家长 比较开心的也是这些设施呢 很丰富 这一点来说 这是这个酒店 非常得天独厚的地方 是这个酒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